這是一款我自己DIY製造的一款直視的 超強悍廣告機 現在是播的是圖片 我也可以播一個影片 那我也可以將我的手機投影到 廣告機上面去 這是手機 好我可以播放 照片 都可以 然後呢 當然啦你也可以播放這個google地圖也可以啊 這個google地圖 我是怎么實現的 其實啊我是用個obs來實現 這邊新增了一個圖片 還有影片手機的場景 當我用滑鼠跳到哪邊 他就投影到你電視 轉到影片 他就播個影片 轉到手機 將你的手機投影到你的電視螢幕 好我們今天這一集就要告訴大家 怎麼用obs 實現 直視的廣告機 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 如何用電腦的obs 實現一個 非常強悍的 直視的廣告機 這個廣告機啊是非常的強悍 你可以播放圖片啊播放 那個影片也可以啊也可以 將你的手機投影上去也可以 那麼這麼強悍的這個 廣告機要怎麼製造呢 很簡單請你準備一個一般的電視螢幕 只要有hdmi訊號可以吃的這個電視螢幕就可以了 另外呢 準備一臺電腦 這個電腦要先安裝obs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我們如何將圖片影片 塞到這個obs上面 第二件事情 然後我們要將這個 obs上面的畫面 投影到這個電視上面 好首先介紹第一步就是如何將 obs上面的圖片跟影片呈現出來 這是obs 那obs有場景跟來源 那這個黑色的這個框 表示是你直播 或者是真實的影像出來會長這樣子的 那我等一下要將我的這個 圖片啊跟照片全部塞到這個 黑色框裡面 但是你們會發現說 這個框啊他是 橫式的 等一下我要先設定是他成為一個 直立式的 因為直立式的才能投影到這邊的直立式 這邊怎麼直立 你就要把你的電視轉90度就可以了 那我們進到電腦obs 電腦obs怎麼調成直立呢 你就按這邊按設定 然後這邊有個影像 然後這邊打這個 手打1080 x1920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打1080x1920 ok 這樣就可以了因為我們沒有要直播 所以你只要打這邊就夠了 好這時候你的畫面就呈現 直立式的 我們看到這邊是直立的 接下來我要把我的影片跟照片全部塞到這上面去 首先我們先塞一個照片 這邊有個 圖片新增圖片 把圖片塞進去就可以了 那我之前有做一些素材 好像這樣子 這個素材啊你可以在你的photoshop 或者是我的powerpoint先做好 然後把它輸出成這個jpeg的檔案 好第二個呢我要抓這個 影片 那影片方面的素材要怎么做呢 你可以到你的 錦印啊或者一些什麼 什麼威力導演啊 什麼威力大師的都可以啊這樣子 那記得這邊要按循環 來把這拉成適當的大小 好這樣子 第一個場景 第二個場景 第一個場景 第二個場景 好接下來我要將我的手機投影到我的電腦的obs上面去 如果我採用的一般的usb的hub的話 直式的畫面呈現上面呈現到你的obs s他會呈現左右黑邊 那我要用特殊的轉換器叫做febom 手機直視全螢幕投影器 他可以直視全螢幕的投影到你的電腦的obs上面 好那我示範一次給你看怎么弄 首先啊將這個投影器先連接電源 這邊的電源5伏特電源 hdmi把它拉出來 然後這個usba的這個口呢 你就連接到這個手機就可以了 好我已經將 hdmi的線 拉出來了在這邊 然後呢電源也接上去了 然後這是usb的 傳輸線 等一下連接到你的手機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先將這個hdmi的訊號連接到 視訊截取卡 我採用我公司的febom 179plus的hdmi截取卡 這邊有個hdmi印的地方 接進來 然後呢再連接到你的usb的地方 那我們再到電腦去受設定好 我們先 創立一個場景 好 然後再新增一個 因為截取卡 他是視訊裝置就按視訊裝置 去抓 哦4k的這一只 抓到了吧這個好我們先這樣子 啊你看到這個畫面了嗎那我們就 將這個usb 的傳輸線連接到我的手機 因為我這次是安卓的手機嗎 他是usbc的接口 所以就要用usbc的傳輸線 好接進來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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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 好我把架在上面 你會發現這畫面怎么會是躺著啊 沒關系 他好像需要 逆轉90度 好這邊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 變形 變形90度好這樣過來了 他把他拉小一點點 這樣子這樣就可以了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三個場景 第一個場景是圖片 第二個是 這個影片 第 第三個是這個安卓手機 看哦安卓手機這邊可以播一個照片 影片都可以 我這邊是播個地圖 好 要怎么將你的電腦 obs 畫面投影到你的電視 你就連接 電視的 hdi 線 連接到你的這個電腦的 hdi 輸出 連接進來 他就這樣子 你看有沒有一樣 可是不對啊我今天投影 到我的電視我不希望看到這些 obs 的這些 操作的介面我要看的是全螢幕漂漂亮亮的 那怎么办 好 你就用你的滑鼠到你的筆記電腦這邊來 然後呢 滑鼠右鍵一下 這邊滑鼠右鍵 然後呢 選 顯示器設定這邊 請你啊 這邊不要用那個同步你要用延伸 哦這個叫延伸螢幕 這邊延伸好你就會看到了 那我們把 obs 打開來 是長這樣子所以這個就是你延伸螢幕 那我要怎么把這個畫面投影到這個 螢幕上面 很簡單你這邊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這個 第三個全螢幕投影 這邊 你按這個 按下去 他就投影了 可是不對啊 他的畫面怎么會是 這個 躺下去的 應該不能這樣子吧 我看我哪邊的環節有問題 我們再操作一遍 好 這個畫面應該要是 你看這畫面應該是要 轉90度才對吧 所以呢你這邊要在 設定一下 這邊有個橫向 變成直的 這邊 這時候按 這樣設定之後 你的延伸螢幕變成是直立式的 那我們再到我們的 obs 好我們該不是按滑鼠右鍵嗎 這邊 這邊再按投影一次 好這樣子投影 哇這樣就全螢幕了 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滑鼠去做控制 好第一個場景 第二個是影片 第三個是 手機 google map這樣子 你會發現說奇怪怎麼剛剛沒有聲音 其實啊你要將這一個聲音的地方 打開來 然後呢這邊把這個 監控聲音這邊打開來就可以了 打開就有聲音哦 哦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 這個該這個手機的地方嗎 我們要新增一個視訊裝置是這個 手機的這個 視訊解取卡抓出來的聲音 好一樣的道理 這個地方啊你要把它打開來 我們在做直播的時候是不會打開來 可是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那個多媒體的應用 就要打開來這樣子打開來哦 監控這邊把它打開來就可以了 好 我們再回頭看第一個第一個是圖片嗎 第二個是多媒體 第三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好第三個我就播一個遊戲給大家看一下 好 你看啊這臺自製的 直視多媒體的廣告機他可以播放圖片 影片 還有手機可以投影到這上面 你看再一次 圖片 影片 影片 盪成switch的螢幕 這是無線的呆滅轉io 遊戲就是手機嗎投影上去 我就用我的 obs 投影到我的電視 然後經過一些小設定 就可以輕鬆的達成這樣的目的了